古代的两句话讲得好 随便消就业 莫根造新阳 信仰就是业障 不要再造 业障要消 不能再造 念念在真道 行刑在真道 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智慧德项 自然先去 那随缘就好了 什么都不会缺 极乐世界的人随缘 化妆世界的人随缘 决定没有叛远的心 得到自在 你有叛远的心 纵然得到了都不自在 你想修财 探财 财得到了 是不是自在 不自在 为什么呢 怕他丢掉 换得换失 那有得到的时候 想得到 得到之后又怕丢掉 成天 提心 吊胆 后头一句话叫 苦不堪严 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不缺乏 你说这个日子都自在 这个日子都快乐 有 好 外有 也好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那你就接近 正法了 接近什么呢 自信了 回归到自信 自信是 究竟圆满 没有丝毫 欠缺 祝佛菩萨 一切圣经 修学的 终结的目标 就是这个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 没有去想想 应该怎么做 完全是 本与修行 功德 自然的成就 我们想着主义 想那个办法 天天在策划 纵然建成了 后头的 后遗正义大队 哪里比得上 祝佛菩萨 哪里比得上 祝斯塔 不操这个心 一切随缘 得大自在 真实智慧 这个道理 很深很深 为什么 你策划用妄心 佛菩萨 决定不用妄心 用真心 真心就是 随缘 决定没有叛云 叛云 跟阿赖耶相应 随缘 跟自信相应 跟真心相应 不一样 随缘是 大幅度向上提升 把你提升到 妙旧如来 要常常去攀岩 常常我们把佛教如何了 推广了 发展 不但不能帮助众生 自己也毁掉了 同发立身的事情 要不要做呢 要做 我们尽心尽力 就是圆满功德 念念 圆满功德 这个多自在啊 向外头攀岩 这个功德 永远不圆满 只有从自己内心里 我进了心了 我进了力了 我的功德 就是圆满的 我今天有一块钱 做一块钱的事情 我的功德圆满 我不要去找人 不要去求人 我要去找人求人 可以多做一点 但是那个不圆满 那个是心不清净 所以说佛 纵然是不利众生 一定要想到 自己身心清净圆满 这一点很重要 为众生这个事情做成 众生有福 我们自己不居沟 却不以为 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不是众生有福报 做不好呢 众生没有福报 因为我不想干 所以我们有得实啊 我做事情 可做可不做啊 都是缘呢 缘成熟了 我去做 缘不成熟了 我一丝毫勉强 谁缘吧 谁缘就得大自在啊 心里要想怎么做 那叫攀缘 那就有苦了 你要想怎么做 什么事情能让你 你想做就能做得好 不可能的事情吧 所以随缘而不攀缘 你就得大自在了 其实希望 求是求取 菩萨没有这个念头 菩萨有愿无心 这个我在讲习上 讲过很多次 有愿无心的自在 有愿 愿后头还有个 喜求的心 那是很大的负担 那个很苦恼 什么苦呢 求不得苦 求到之后呢 求到又患事患得 又怕丢掉了 那个苦就害了 所以佛教的 随缘而过攀缘 那就得大自在了 即使弘法立真 也不例外 有愿 我们就好好的住 没有愿 没有愿 就好好的念佛 更自在 我们虽然现在 身在瘦婆世界 必须对瘦婆世界 一尘不染 那我们过的日子 就与西方世界 就相应了 这个气氛就差不多了 一射住心 知足常怒 随缘而不盘云 先行就得大自在 清净心就先行 所谓心尽在途径 这句佛号念得才管用 所以才相应 这个相应与心相应 与行相应 与生活相应 怨声其苦 自己有个强烈的愿望 希望来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请出去 不要放在心上 生活当中 工作里头 待人见无 不管是好跟不好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你就自在了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里面是阿弥陀佛 外面可以随缘 不要紧 什么缘都可以随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只要心是阿弥陀佛 心不沙弥陀佛 受外面影响 你的麻烦就来了 那就叫反复啊 华言境界 就是无障碍的境界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 大自在 大智慧 大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